大家好這是看李老師 哇今天好久沒有跟你們更新這個影片 老師最近真的太忙 所以呢都沒有機會拍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的近況 但是今天剛好忙裡偷閒 可以出來騎個車 加上我們這個禮拜的weekly cafe meet 也就是我們的每週的咖啡之夜騎著我的小紅 這樣來去跟大家聚會say hi一下 那麼現在老師就往我們西雅圖派克市場的方向直接騎去 今天老師有一個朋友特地的從Takoma 也就是我們西雅圖以南的一個 說真的蠻遠的一個城市 再加上今天有點冷 這個車友特地從那邊騎過來 不過這位車友最近簽了一台老師非常喜歡的杜卡迪 也就是過去會讓我摘入杜卡迪這個圈子的其中一個原因 我們現在就來去看一下喔 好了現在我們人已經來到西雅圖最經典的一個地點 也就是派克市場的星巴克 全世界的第一間好不好 然後今天呢我們呢 現場就有我們自己的SC的車友 你看我們亞當最漂亮 沒有啦 在我地在我後面 看一下 跟我一樣漂亮的一台1000S對不對 對而且三歐全部上了 還有我們的RAM 的一個非常stock 非常非常 原廠的一台SC也是1000S 而且你看為什麼原廠 你就觀看這個耳朵 好不好 這個後照鏡到現在還在 所以呢 個人覺得真的是 不太好看齁 那當然呢也是老師自己的 這個Sport Classic 1000S 再來 就是我們今天 一個 我們自己的好朋友 帶來了他一台杜卡迪的收藏 也就是之前為什麼老師會喜歡杜卡迪的原因 我跟你講 之前就是因為這一台讓老師愛上了杜卡迪 就是杜卡迪的916 講到916 老師跟你們大概介紹一下吧 916呢 其實他的生產線是杜卡迪在1994年 量產的 然後呢 他的整個生產線呢 是從1994年到了1998年 好不好 這台摩托車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 老師當年呢 是差不多在96年或97年的時候 跟我的叔叔出去辦事情 然後呢 在這個經過一間咖啡店的時候 他那間咖啡店的那個什麼 老闆 他有在收藏重車 然後他在咖啡店的這個櫥窗的旁邊 直接擺了一台916 我當年看到我整個瘋掉了 Adam我們拍一下好不好 916真的很漂亮 當年老師看到916 我整個就瘋掉 為什麼呢 因為916的這個設計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漂亮 你看喔 尤其是 他這個尾巴這個地方對不對 尾巴這個地方 我的媽呀 我跟你講 那時候有哪幾個摩托車的品牌 有將這個排氣管直接從尾巴這樣子塞出來 真的好漂亮 而且那時候呢 我是呢 除了日系的摩托車以外 我第一次看到意大利的這種摩托車 是用單搖臂的 所以那時候就開始對摩托車 有點小小的研究 然後呢更加的去研究 這整體摩托車的這種結構 那這台摩托車真的 好正點喔 你看他的這一個有沒有 916的這個車架 他是用這種很像旅美的金色 好不好 但是呢 這一位車主呢 最 丟臉的一件事情 就是來我們派一下鋼圈 他鋼圈 竟然是殺小啦 看你娘 他竟然呢 這種杜洛鋼圈 然後配上紅色的烤漆 這個好沒水準喔 Adam 要怎麼處理啦 最喜歡什麼顏色 配什麼顏色 這個一定要配就是這種鋁美金 而且我跟你講 當年呢 杜卡迪的這一台 916的鋼圈其實有鋁美金的這一個烤漆這個顏色 那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好不好 不過我們看一下916 來 Adam我拍一下側面 尤其是這個側殼的地方 好不好 他這個Ducati 真的是齁 有沒有Desmo Quattro 有沒有 Desmo Quattro 就是指他的L-Twin引擎 好不好 雙引擎的意思 L-Twin 那916這一個貼紙 這一個造型 真的是 最經典的一個樣子 然後呢 我不知道怎麼講 這台車子 他的後來延伸的像是 這個998 然後798 998 這些摩托車呢 都是 一樣的造型 但是就是引擎的 這一種CG數不一樣 但是916呢 是最最最經典 最好看的 再加上 老師最喜歡的就是這個 有沒有 我們916呢 那時候還是一樣採用 乾式離合器 非常非常的正點 我再次強調 這一台 摩托車 916 杜卡迪 916 是所有 杜卡迪 當中呢 公認 最漂亮 最漂亮的一台 杜卡迪的設計 所以呢 老師真的是 非常非常喜歡 這一台 來人我們派一下 他的這個儀表 這儀表 太正點了 好不好 這個 我跟你講 真的好漂亮 好漂亮 那916這台車子呢 除了他的中出 好不好 像我們 歐蒂 我們蒂哥說的中出 中出 對不對 中出以外的這個排氣管 很漂亮 就是他的這個 我們看一下車頭 是不是很正點 Adams 這個車頭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美麗 尤其是那個燈的設計呀 這在當年真的很少看到有這麼這麼漂亮的一個 Design 真的是很厲害 所以呢 我就說 Ducati真的是 Ahead of its time 就是說呢 他的設計永遠都是超越所有這些摩托車品牌 講到這個紅色鋼圈 我們來訪問一下這個車主好不好 Azad Come here 所以我們要問問 主持人 OK 為什麼他會把他把他綠色的車子放在916 可以解釋一下嗎 我買到那樣子 他真是無敵的 OK 好久了 你居住這車子 4個月 3個月 大概 所以这次合轮了一台的轮轮 嗯嗯 没人了 可以的年轮了一台的红了 那是绿色的 这次是医生的 你自己喜欢这次? 是的 对啊 所以我给你发现我的粉丝 对我猜到我的粉丝尽了一台 一直以为这次用了一台1997的轮轮 我看了这个轮轮的轮轮 是很前面的轮轮的理论 我看了很多轮轮的轮轮 好 好啦,我原則上916真的是非常漂亮的一代摩托車 好了,原則上呢,我們今天的這個Cafe Mead就到這裡 不過原則上你看,派克市場真的很漂亮對不對 那個Adam我就一直遠遠的走 然後你就一直在原地 派克市場真的很漂亮好不好 我很喜歡派克市場的這種磚塊地板好不好 再加上其實我們來的時間對不對 你看所有的這些攤販都已經沒有在裡面了 那麼呢,這邊呢,在這邊車聚真的有一種很獨特的氣息 不管是這一種有沒有新舊的混合 還有就是說聞到這個有沒有經典的咖啡味道 哇,誰都是老師非常喜歡的好不好 好啦,這是看你老師我也像越走越遠的喔 好啦,我們下次見,掰掰